放眼望去數百輛裝甲車集結加薩邊境 還有數千名兵力整裝待命 地面站一觸即發 局勢越來越緊張 以色列先放話炸加薩北部 警告平民向南逃 卻又空襲加薩南部奪走十一條人命 如今更大規模的揮軍進攻近在眼前 但想一舉全面 哈瑪斯恐怕沒這麼容易 一旦地面戰開始 戰況將從空襲轟炸進入城鎮戰 以色列士兵得以步兵進戰 恐怕遭遇哈瑪斯戰事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 因為他們可以藉由斷垣殘壁當掩體 出動無人機 狙擊手 熟悉地形的情況下 哈瑪斯戰事比乙軍更有優勢 同時別忘了加薩走廊的地下迷宮 估計綿延近八百公里 讓哈瑪斯易於藏身 想攻破難度高 專家分析乙軍這場地面戰 有三個目標 陳正掃蕩 平民傷亡勢必慘重 這也將是這波尾巴衝突以來最血腥戰場 三里新聞 楊俊宗報導